我们现在这个社区防控啊 包括现在一万余个居住的小区 3900个行政村 我们现在参与我们社区防控的 是160万人 投入到这个社区防控的过程当中 全国两会呢召开在即 我想呢我们也借此机会啊 我再简单介绍一下社区的防控工作 目前呢境外的疫情形势呢 依然严峻复杂 部分省份呢也出现了小范围的聚集性的疫情 那么作为首都 我们社区的防控应该说面临的任务 依然繁重和艰巨 要继续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落防落实四防责任 做到三防四早九严格 要继续严格社区村的封闭式管理 用好健康宝精心相助的小程序 继续聚焦重点地区 重点人群 严格入境和中高风险 返京人员的管控 继续呢开展群防群控 进一步充实社区的防控力量 完善应急处置的预案 妥善做好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最大限度呢 降低各类风险 确保我们的社区村万无一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